一般仿真车的车速 平均在每小时8到10公里的速度 如果被这辆小车撞到 结果会是怎样呢 在广场上 我们摆放了10块家用玻璃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遥控 这辆仿真车撞下玻璃 10块家用玻璃 这辆儿童仿真车撞碎了8块 力度可见一斑 除了撞人的隐患外 儿童仿真电动车 对驾乘儿童也有必要的要求 安全带就是其中之一 实验也证明了安全带的必要性 新北方走访了室内的几家玩具商城 商家们对于使用电动车儿童的年龄 介绍得十分宽松 这孩子一般都是几岁到几岁玩的 这个呀 我才说的 就是只要是能坐一直到六岁 能坐一直到六岁 能坐的孩子 因为他首先得能坐的 一岁以上就可以玩的 是不 六个月以下就可以玩 只要能坐的就行 对于使用儿童电动车的年龄 国家没有明确的规定 家长们普遍认为 适合三到六岁的儿童使用 在市场上新北方发现 儿童电动车的品类繁多 价格和质量也是良有不齐 至于安全措施和使用须知 除了安全带以外 商家并没有过多地跟记者介绍 好 感谢观看